《中國與民主國家世紀最大博弈》指出 2020年是西方民主國家轉變對中共看法 將它視為病毒並要與它脫歐的一年 習近平在APEC上表態不脫歐,只是一廂情願 近日,加拿大發表了《中國與民主國家世紀最大博弈》的調查報告 指出2020年是西方民主國家徹底轉變對中共看法 將它視為邪惡病毒的一年 習近平在APEC峰會上強調要繼續改革開放 但現在民主國家都在與中共脫歐 習想不脫歐只是一廂情願 北美一個著名的安全論壇周末發表最新報告說 2020年不僅會因為新冠疫情被載入市場 更會因為世界,特別是民主國家 在這一年對中共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而被世人銘記 11月22日,總部設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 發佈了一份題為《中國與民主國家世紀最大博弈》搜冊 論壇主席比德范·普拉格在前言中寫道 2020年見證了民主世界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如果說過去傳統的看法是經濟繁榮的中國 最終會為其民眾帶來更多的自由 那麼新的流行看法是中共才是危及全球的病毒 這份搜冊匯集了全球各地250多位專家的觀點 報告從中共在國內的統治對民主國家的進攻 中共的技術專制主義、中共的戰略謀劃等幾個方面 運用詳實的證據 凸顯了中共對民主國家構成的威脅 據美國之音報導 中共病毒使民主國家覺醒 現在中共與民主國家的對抗是中共自己造成的苦果 報告說中共近年對民主國家採取了很多咄咄逼人的做法 主要原因可能是急於在歷史上確立自己地位的習近平 報告說他落手太狠太快 在中國還未強大到足以承受之前就激起了強烈的反彈 無論這種咄咄逼人源自於何處 中國與世界民主國家現在顯然陷入了一種日益對立的僵局 中共媒體一直聲稱西方要壓制崛起的中國 但是報告強調如果不是因為中共在民主國家的各種惡劣行為 就不會產生多元化和與中國脫歐的需求 中共這是知識奇果 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美國經濟迅速發展 但並沒有引起對美國的強烈對抗 日本、英國、澳洲以及跨國公司 並沒有因為美國經濟實力變得強大 而尋求多元化和脫歐 報告說中共的本質是專制和極權 而且中共的專制野心並不僅是停留在國內 甚至也不僅局限於亞太地區 全球的民主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日本、印度和澳洲等 早就已經淪為中共攻擊的靶子 首當其衝的是香港和台灣 報告還說中共利用各種權力工具 來迫使全世界順從它的意志 實現它外交政策的野心 這些權力工具包括中共的統戰部 經濟和技術間諜活動 孔子學院甚至包括劫持人、智等 2020年7月中共以間諜罪起訴兩名加拿大公民 就是公然的政治行動 目的是用這個作為談判的籌碼 試圖迫使加拿大釋放孟晚舟 報告指中共還利用自己的經濟力量 來迫使其他國家和公司就範 除此之外中共還在破壞民主秩序 譬如積極支持專制政府 創建平衡的全球治理體系 按照中國的形象 至少按照中共的利益 來塑造國際秩序 中共還積極加入已有的國際組織 希望從系統的內部來破壞民主秩序等 中共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影響更是令人震驚 報告認為過去民主國家的軟弱 才令中共為所欲為 現在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如果齊心協力 就擁有中國無法企及的壓倒性優勢 這份報告手冊還提出了民主國家 和中國打交道的新原則 手冊說民主世界承諾不會再從事下列活動 從而捍衛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以免它受到中共的損害 第一 不再無視中共干涉民主社會的企圖 第二 不再配合中共的審查 第三 不再參與任何幫助中共壓迫本國人民的商業或技術活動 第四 不再忽視中共建立全球網絡治理和技術標準 令它與專制價值觀與野心保持一致的企圖 第五 不再支持或參與中共對任何批評中國人進行的懲罰和制裁 第六 不再不支持世界各地遭受中共壓力和恐嚇的民主人士和政府 第七 不再購買強迫勞動或盜竊智慧財產權等犯罪活動生產的產品或服務 習近平在11月19日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論壇視頻會議上發表演說 聲稱中國絕對不會走歷史回頭路 不會謀求脫勾或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 開放是國家進步的前提 封閉必然導致落後 中共將持續開放 強調經濟全球化等 多家外媒都將西方國家對中共的脅迫外交、人質外交和戰狼外交 做出強烈譴責作為報導背景 報導指中共最近對澳洲、加拿大的報復行動就是一種脅迫外交、人質外交 之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多次提到要與中共脫勾的想法 現在習近平強調不脫勾恐怕是一廂情願 因為不僅是美國、西方民主國家都在部署如何降低和減少對中國商品的依賴 要搞本國經濟的多元化 有評論認為 中共的開放政策由於沒有多少民主國家參與 最後只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窮國 以及幾個社會主義國家會與中國經濟掛勾 世界將形成兩大陣營 民主國家與中共陣營的對抗和對陣 而中共一定會想盡辦法滲透到民主國家搞破壞 為甚麼 為什麼 強烈呢 為甚麼